好,我们来看一下Laravel的一些帮助方法 我们新建一个路由 叫什么呢 比如说就叫Test下的helper helper function 我们就在这个函数题里来测试我们的helper function 好,我们先来看第一组 第一组主要是跟array相关 是吧,我们这里可以改成1array 那这个head function 它主要是用于返回 数组中的第一个,是吧 非常简单,大家可以试一下 比如说,我们说一个array alr等于什么呢 就是1,2,3,对吧 很简单的一个数组 我们说返回什么呢 head,是吧 ar,那它会返回什么呢 应该会返回1,是吧 我们试一下 test,helper,1,是吧 没错 第一个很简单,不用多说 第二个很简单,array only 好,比如说,oper,那我们在这写一个吧 叫做head,是吧 那这个就叫array only,是吧 好,我们这儿 这个arr呢,叫等于,比如说,name 小命,好吧 比如说,name 带于什么,bob,是吧 随便,bob 然后age 18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只想要其中的,name和age 是吧 那这个时候,第一个传参就传al,第二个传参,传一个数组 里面是我们想要的项目,age and name and age 是吧 好 那我们预测,它会返回一个新数组 里面只有这两个内容 是吧 只有这两个元素 我们看一下 刷新 好,我这也找不到 因为我们这个helper,地址变了 是吧 这次变成了array 是吧 好 大家看到 那它就只有name是bob,age是18 是吧 那我们第一个函数是head 那现在也有 是吧 是1 返回1 第二个函数 array only 好 那我们再看 第三个 array first array first 比如说 我们有一个 有一组数据 是这样的 那返回什么呢 返回 array first 后边穿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 是专门用了指定过滤规则的 是吧 它会返回满足条件的第一个元素 是吧 我们说 这个是key是吧 这个是指value 返回 返回什么呢 返回 value 比如说 比如说value大于几呢 大于20的 是吧 value 大于20 好我们看一下 现在变成了array什么 first是吧 first 三尺啊 只有一个三尺 满足条件的是三尺 因为它要大于20 是吧 这个是个array first 这得以用法 好我们再来看array add的用法 array add 好我们再把这个考一次 我们说array 这次变成了什么add add 比如说name 还是等于什么 Bob h 等于18 它只有两项 那我们要加第三项 我们可以用这个帮助函数 说 返回 ar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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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 那这个呢 是我们要加入的 这个array 这个呢 就填我们的arr 那第二项 就填入我们想要加入的那一项 比如说 job 工作 是吧 worker worker array add 试一下 大家发现 这个数组 它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形式 是吧 name 等于这个job worker 啊没有错 那下一个呢 是array accept 看一下 array except except 返回array array 第一个还是传我们的这个这个数组 那第二个 那比如说我们这还有一个值 第三个值是什么 还是job 是吧 job worker 那array accept就是返回所有的值除了什么呢 除了job 那他就只会返回name和age那除了name就是返回age和job是吧 那我们这里填job他应该会返回name和age这一个新速度是吧 我们试一下 好大家发现这个name只有name和age是吧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 array flatten array flat flatten 那比如说我们这里随便给几个值 比如说a吧 a的第一项 就是1 然后b的第一项 b的第一项 他不他不是1了 他是另外一个数组是吧 这个数组里头有一个a 然后是2 是吧 那这有个b 是吧 3 是吧 他变成这样一个数组了 那如果我们现在使用array flatten 我们看一下结果 刷新 他就变成了1 2 3 就不再是这个结构了 他就不再是这个结构了 所以说他不管这个数组多少维 他有多深 他最后都会把每一把每一个值最终的值给他打印出来 这个是array flatten 这个是array flatten 那我们看一下array where 那 array 大家发现 第一个值 name 它是一个字符串 是吧 第二个值它就变成一个整形了 对吧 第三个还是字符串 那我们现在想返回 array where 我们只想找到有 是字符串的内容 是吧 是字符串的 原素 第一个值是k 第二个值是value 是吧 见值对 那返回什么呢 返回 string 是吧 它会 便利 这个数组里的每一项 如果它的值 我们传的是一个value 是吧 它的值如果是字符串 那它就会返回真 否则它就会返回假 然后它会创建一个新数组 返回一个新数组 给我们 是吧 那我们试一下 那我们预测 它最后的结果是 一个数组 其中只有两项 一是name 二是job 是吧 因为这一组它最后 是一个整形 试一下 array where 好 大家看到只有name和job 是吧 只有这两项 我们再来看一个last 那这个和head是一回事 是吧 它只不过是取最后一个值 而已 我们看一下 我们找个简单一点的 就这个其实就可以 是吧 这个就变成了一个last 那这个就可以删掉了 它返回的是一个数组的最后一位 对吧 那这个数组的最后一位是什么呢 它是job 我们预测它会返回job 是吧 我们试一下 last worker 没错 是吧 最后一个值 那这个是laraval的array 关于array的帮助函数